疫情趋缓为解封后 台开开心农场迎来了崭新的面貌 近距离互动并且体验动物喂食 不顾业者呼吁游客为了保护动物饮食安全 进入园区内勤务私下 携带食物喂食动物 否则恐造成动物生病或死亡 大家来花莲旅行首选景点 台开开心农场 占地十多公顷 花海 草原 绿地 还有生态池丰富的自然生态 一百七十多种鸟类栖息 平常就是爱鸟人士最喜欢到访的地方 而近距离的互动并且体验动物喂食 呼吁相亲朋友以及游客民众 为了保护动物饮食安全 进入园区内勤务私自 携带食物喂食动物 因食物成分不明确 恐怕会造成动物生病或死亡 现在疫情的日趋缓解了 我们也希望早日能够解封 那在这段期间呢 欢迎大家到开心农场来走走看看 但是呢到开心农场的时候 也有几件事情要注意哦 第一就是要把口罩戴好 第二呢就是要保持人跟人之间的安全社交距离 再来呢就是你千万不要拿着你家的土司面包 或者是人类的食物来喂食这边的小动物 这样对他们的健康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而且投太多的鱼饲料也会对于我们的水池优氧化 产生负面的影响 造成动物的死亡 或者是动物的身体健康伤害 所以在这边拜托大家 像这样子的土司面包 不要再带来喂这些动物们哦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 好好的享受大自然 好好的欣赏这些可爱的动物们 如果你有需要喂食的话呢 可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询问 防疫期间戴着一层口罩防疫病毒 但在台开农场 全家可以一起敞扬绿色大地 吹着温柔的海风享受新鲜空气 晒晒温暖灿烂的阳光 是疫情围解风 放电遛小孩的好地方 感受花莲珍贵琉璃光 带来身心健康 都具有心灵上的疗愈效果 不过还是呼吁游客 勤募喂食自己带来的食物 因为食物成分不明确 恐怕会造成动物生病或死亡 动物啊 它都是有专门的食物在饲养 不能带自己的饲料来做喂食嘛 我都知道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要跟园区的那个 贩卖部买饲料 对 要保护一下动物的安全 对不对 记者林杰 杰安乡采访报道 好 好 好